下午好 欢迎收看5月1号的百歌舞报 我是威明 反贪会在前天延长扣留了一名前部长的特别助理 而他是因为涉嫌在器材供应计划收取贿赂 当时反贪会的消息只是透露了涉嫌收贿的项目 包括一个价值大约180万令吉的飞机器材 然而这也是哪一位部长的特别助理却不得而知 但如今却有人说话了 那就是前国防部长牺牲穆丁 他表示如果他及家人或者是前官员违反了法律 就应该调查及把他们控上法庭 根据反贪会的消息 他的特别助理是跟数家承包公司收贿 以作为他协助通过直接洽谈而获取有关供应合约的回报 如果公司经费不足 你会不会自掏腰包购买工作上所需要用到的白纸呢 来自沙巴亚币一家乡镇诊所的医护人员 4月29号在脸书发文 细数自己在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不仅引起网民的关注 也引起其他医护人员的共鸣 他在文中列举了7个问题 期望卫生部能够关注 其中就包括卫生局没有多余的拨款聘请清洁工人打扫诊所的卫生 所以该诊所的医护人员必须自掏腰包聘请 不仅如此 医护人员还要自己出钱购买A4纸或者是维修诊所的人妻 甚至曾经因为冷气漏水 他必须每小时拖一次地 以防止病人不小心跌倒 但加班看诊却没有获得加班费 而在他的贴文底下 也有多名来自不同政府医院或者是诊所的医护人员留言 透露自己的任职地方 也因为缺乏经费的问题而面对种种的问题 无论如何 该名医护人员4月30号最新一则贴文透露 自己将在本周四倍上司约谈 虽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 但他已经做了最坏打算 最后把焦点转向槟城 顺应市场需求 月子中心近年来越开越多 但日前在滨州议会上却揭露了 滨岛内的15家月子中心 没有一家是合法的 而滨城共有9家合法月子中心 但都是在微审 对此行动党双西冰朗州议员林秀琴提出了问题 指出当局至今没有立法 强制月子中心的业者需要参加相关的培训课程 巴都兰张州议员王耶宗也透露 没有相关指南也令每次遇到问题时 出现地方政府和卫生部推来推去的局面 那么今天的五报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